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28岁我发现我兜比脸还干净 我的钱除了吃饭买皮肤 还有一部分给女朋友买化妆品衣服包包 和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就跟我叫三无青年 说我没车没房 可是我依旧找不到奋斗的方向 换句话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去挣钱 这也许是大部分人的迷茫 现在有些企业上班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 基本是个人就行 反正边干边学 头也看不出来 你拍好了每个月就能稳稳的拿着那几千块钱工资 但是这点工资你别说买个大件了 不月光就是好事 直到我第四个谈的女朋友 哭着离开我 告诉我他们家不同意 不得不分开 我才发现 所有依靠侥幸心灵 想找个人陪你傻乎乎的平庸的走下去 一点都不现实 因为谁也不傻 所以最傻的就是自己 我也曾经沉寂在黑暗中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 我开始知道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我开始想尽办法挖掘身边一切有机会赚钱的资源 也可能是幸运 也可能是我努力 找到了机会 很累很麻烦 但是通过勤快最终挣到了这个钱 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我从来没赚到过这么多钱 第一次尝到了钱到手之后的感觉 我好像知道了一个男人最应该做什么 因为物质带来的精神满足 确实就像一枚强心剂 换句话说安全感就是钱 你别说女人觉得安全 我自己都觉得安全 有了钱 一切都变得好多了 男人真的可以一年赚回十年的钱 只要你开了窍 一切该回来的一定都会回来 如果你想不失去你爱的人 如果你想摆脱现在的苦难 不知道你听完我说的 是否能醒过来 对吧 感谢观看